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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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黎智英就放出来 首语胜过千言万语 他出来干嘛 有没有比这样 比大拇指 我很好 谢谢大家 以前《苹果日报》是新三社 印了七八万 现在印了五十五万份 这类似干地的宁静革命 我斗 我斗不过你 可是你活不过我 他们年轻人用生命 像这是天安门的一句话 你知道有人不躺个车 有个人挡那个年轻人挡躺个车 这是他们跟邓小平讲的话 年轻人我斗不过你 你活不过我 那现在香港年轻人 他也不必无谓的牺牲 就都被抓走 那香港人上街也会有事 国安法实在太严峻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认为黎智英拿大量的资金 有一个网站叫我要兰草 是不是叫周庭那个网站 是 那他们认为他们做了什么事 黎智英跟周庭这些 一路勾结美国帝国主义 要分裂国土 香港是老共的一部分 我跟你讲 第一个叫做网路在进行 二叫做募款 三跟老美合作 而且游说外国政府 西方国家制裁香港 要光复香港 就等于要跟习近平来对抗 他们认为孰可忍 孰不可忍 习近平的国安法 说一定要对付你 而且他做了什么事 是不是美国先出手 是不是冻结林郑月娥的资产 美国先搞了林郑 对 然后你打我的狗 我就杀你的马 你的马就是黎智英 马 黎智英就是美国人的马 这很明白 就是一定要这样 以牙还牙 中美大战之一 好 所以美国惩治林郑 那中国就死美国的肉票 是这个概念吗 我们来看 周庭在交保之后 她说了什么 坦白说是最害怕的一次 警方拘捕我的理由 就是说我由七月至今 是利用社交媒体去勾结外国势力 所以其实是非常之空泛的一个理由 今次可以显示到 其实政府不单止是以言入罪 我对于拘捕理由是不明所以 政权不单止是以言入罪 更加是无中生有 好在今天大家关注的是 除了黎智英交保之外 黎智英的资产被冻结了 冻结了在香港所有的资产1.9亿 这我就画了一个大问号了 1.9亿怎么搞媒体啊 黎智英怎么可能只有1.9亿啊 1.9亿是她个人资产 看得到的 在香港的个人资产 特别强调在香港个人资产 所以 她有很多资产 台湾她现在也还有资产啊 台湾公共台湾就卖了150亿的房产 没有 她有很多公司 她公司底下去 控有很多地东西 我举个例子 现在苹果日报的房子 是登记在黎智英另外一家公司名下 不是苹果日报名下 所以她还有投资房地产 她之前还有投资玉山银行的股票 她投资到的金额足以选一席董事 她到最后卖掉的时候 听说是十几亿 这个玉山的股票 我知道她还有土城一万多坪的土地 卖给了长虹 她土城卖给了长虹建设 一万多坪 但是她这个地是挂在另外两家公司 挂在两家公司 一家是查德威 一家是那个香港商盛 董事长是挂谁 负责人是挂谁 就是现在被通缉的 Mike Simon Mike Simon何等人也 Mike Simon应该有 应该有美国籍 他应该有美国籍 Mike Simon其实说一句最简单的话 就是黎智英的投资财务大臣 就是他的大臣 我为什么这么说 先前 《苹果日报》 有一度要卖给一个集团 那个集团是由估重量 王文渊 还有蔡衍明他们合作的要买 结果到最后那个约毁掉了 破局 没有买 当初王文渊 还没有跟他们合作前 王文渊有意要买苹果日报 打了一通电话 跟他在苹果日报 交情还蛮好 就一传媒系统里面 交情还蛮好的一个高层 那个高层说你有兴趣的话 那你要跟谁谈 他就把Simon的电话给了王文渊 请王文渊要去跟Simon谈 所以Simon是他的长方 买苹果日报 所以Simon至于 李至于就是刘泰英至于国民党 还不是帐房 我们所谓的帐房 帐房任何简单 他是他的财务大财 没有 他每一个媒体 你比如说苹果 他有苹果CEO 伊州看他有伊州看CEO 什么什么 但是他旁边一个最重要的特助 Mike Simon 就是他的财务总管 投资总管 为什么他要在 所以我说那就是刘泰英至于 国民党的概念了 刘泰英至于国民党 刘泰英至于李登辉 跟其他后面主席没关 你这样形容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一个政党 一个李登辉的好朋友 现在人家是一个老板 用了一个人 你要怎么形容我无所谓 差不多 李登辉跟刘泰英差不多 你就知道Simon在黎智英旁边 是多重要的一个人 他负责资金 那现在国安法实施以后 这一次是用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办他们 办他们 那里面就有涉及到勾结什么 外国势力 外国势力 境外势力 还有一件事 就是你对一些主张分裂 或是颠覆政权的团体的资金资助 所以这次就说他资助了 我要蓝炒这个网站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在看这个 所以他们现在就在看这个 你有没有资助 有意要颠覆政权的国家 他们有说给一百多万港币 黎智英有给钱 黎智英有给 你知道中国有多恨黎智英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2019年7月黎智英去美国见了谁 彭斯还有国务卿彭培奥 那彭培奥现在是骂谁骂的最凶 骂中国骂的最凶 对啊 你说 中国会不会对黎智英恨得牙牙牙牙的 而且他去找彭培奥跟彭斯 谈的就是香港问题一国两制 那时候还在反送中 所以黎智英勾结外国事宜 黎智英勾结彭培奥和彭斯 没有 我没有这么说 那是你的解释好不好 老公 那是你的解释 我们来听 黎智英怎么谈Simon 你拿出一点点禁句好不好 一点禁句都没有 他说我是CIA 他也是说我美国派来的 对 而且他们把您的一个助理 叫做Michael是不是 Mark 他捐钱给这个 他没有捐钱 对 你看民党派 以他的 就是他会 由他会的这个钱出去 是在您的这个账户之下 由他会钱出去 没有 然后就说 他原来也是CIA的 是这样吗 钱我捐给那些民主党 那些 这么多年我是捐的了 不是经过他的户口的 我自己捐的 就是我们的 所以知道了 现在已经 他给我工作 没可能有钱 说他CIA CIA会派一个人来跟我做事吗 疯的了 我从来不想安全这个事了 那么 假如我 常常想到安全 我就 真的跺到中共的陷阱里面 那么他们最厉害的就是 让你害怕 其实之前媒体也曾经报道过 林志英的财产 他的巨额财产 散落在全世界各地 因为他曾经写过 遗嘱 分配他的财产 这个遗嘱里头就讲到 他的钱 哪些钱 在英国 在法国 在日本 还有哪些钱在香港 还包括在美国 台湾 所以当然1.9亿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上志是长期在观察香港问题 而且自己在香港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一次抓黎智英 其实有非常多 我们没有看到的猫腻 这很有意思 其实我想这里 我们大部分在台湾 会关注黎智英的观点 但是我其实蛮关注 这个 也就是说现在所谓 港府的这个国安处 他们的这个出手 要知道其实呢 如果我们就先前都觉得 这个国安法跟香港港府国安处 他们其实都会觉得 给人家非常恐怖的感觉 你都会觉得是 中国大陆的那种 国安的这种水平 那应该基本上就已经 早就把你监听 你的这个祖宗八代 你的所有人群网络 然后而且他们要抓你的时候 早就已经是铁证如山 你跟逃都逃不掉 按照中国的国安水平就这样 就没想到这一次 其实港府的国安处 在这一次拘捕了 包括黎智英 还有他的两个儿子 一传名的高层 另外还有包括周庭这些人 十个人同时拘捕之后呢 一般本来开始认为说 哇 这个拘捕 就把他们抓进来 那抓进来是这样 因为香港的部分法律 跟台湾政治的大陆 不太一样 它是比照英国的 如果你现在到 香港的这个法庭 你要知道 香港的法官当中 有很高的比例 都是经法必言 还是是英国人 但是据说港版国安法 它可以指定 谁来审这个案子 最后终审的时候 也就是到三审的时候 可以由港府来指定 但是就刚刚讲说 在这个也就是说 有关于国安单位 出手拘捕的时候 主要是把他们抓进来 一方面征讯 二方面就提出 他们手上的证据 同时来比对 那么按照道理本来讲说 应该是港府的国安处 应该是已经胜券在握了 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 同时继续在调查 但没想到 因为香港是这样子 他们是所有无论警方 或者是国安单位的部分 拘捕在48小时之内 就一定要放人 也就是如果没有 继续拘捕的事情之下 那就在这个法庭上 就48小时之间 提交给法庭当中的时候 国安手上 有什么样的部分的证据 跟罪证 他们提出来 而黎智英的律师团 马上去 他们看不到的 他是当庭大家就要对决 就要解释跟说明 最后有法官来判 这是香港方面的 这个征讯的过程 就没想到 其实黎智英的律师团 真是太厉害了 黎智英律师团很厉害 太厉害了 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跟你讲 其实这样子 我刚刚听到是 所以他能够交保 就代表他的律师团 他的律师团也就是说 其实包括香港国安处 还要把黎智英继续 这些人扣押下来 继续再查的 其实是 可是他们国安处 提出的这些事证 是逐一都被驳倒 所以最后法官才会判 而法官在判当中 你知道50万港币的保释金 在我所认识跟知道 香港的部分 这种判决上当中 是很少不拉击的 很多香港的商务判决的 他们保释金 都是上千万港币的 而且他的冻结资产 也不是全部冻结他的资产 是冻结他的资产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在我看 这个部分保释是 法庭的这个保释 其实是相当低的 所以也就有民间当中 也有传说说 所以这一场法庭的交手 黎智英是占了上风 对 而且当然这里也有人提出 一个观点 在香港民间是这样 他们认为现在 因为虽然没有错 你有这个国安单位 这些爪牙到处在征搜 可是香港的司法体系 尤其这些法官 并没有被国安 或者被港府全部收买 也就是说这个法庭 判决的法官 可是这个关键 他如果更同情黎智英 或者是更支持基本上黎智英 他们这方面的说法的时候 可能对黎智英也是有利的 民间很想问的是 那他有没有可能送到中国去 送到中国去那可就不一样了 有关于官法的部分审判 他在最后香港这样子终审 最后一审的时候是 港府可以指定法官 也就是说 这个当然还是会 一审二审打上去 但是如果再有任何的法官 对于黎智英比较同情 做出有利于黎智英 跟这些反送中 这些成员的判决的时候 如果港府在最后终审的时候 指定了亲中的法官 其实照样还是可以 把黎智英整个扣住 所以如果真的要把黎智英 真的押到中国去审判 一方面现在在港版国安法 因为他还没有 他的施行细则各方面 还没有那么相对 所以会引起更多的部分的争议 所以我个人觉得 可能性其实不高 但是有关于究竟国安处 就是香港的国安处 是 这一波因为他们可以说 他们得是出手的代表作 没想到 你不是说他们一定是 证据铁证如山在出手吗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只有没想到 但想不到出手之后 让他一百九十万就爆了 而且我就说 你知道刚刚黎智英的画面出来的时候 我在想像黎智英被抓的时候 为什么会穿一个白色很清爽的西装 他应该穿一个更轻松的Polo装 应该被抓进去 所以你看我觉得他是非常 我个人认为他是非常很有把握 因为黎智英毫无疑问的 在他今年多次的已经申请出境 被法院拒绝之后 他心里有数 也就是说 他有超过三个月以上 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 全部整理准备 来打这场司法战 黎智英是纯片蛋了 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衣冠楚楚的最后进去 没有棚头垢面的出来 他已经被抓进去多少次了 抓了又放 抓了又放 所以早就准备好了 他的律师团当然很坚强 但比较意外的 会不会失窗他儿子 这个他应该是始料未及吧 这次其实也有关于抓他儿子 这件事情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他儿子在先前 没有涉及相关的案子 他儿子在随时都可以申请出境 所以这次抓他儿子主要 当然有传出说 主要是因为他儿子这个餐厅 供应给一船煤的 这个员工素 员工的饮食 然后有违背了 就有违背了整个 他们一船煤大楼 这个工业区的规定 其实都是小的 当然 其实也有媒体披露 就是说 其实他们主要是在查 他儿子的有关于底下的 无论他的财产 或他儿子的餐厅底下 有没有透过他儿子 跟美国方面的资金 乃就是当中去资助 返送中的这些成员的资金 他儿子的这个资金动线 其实是他们锁定的 所以这一次其实是 黎智英的儿子被抓 是比较意料之外 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但是还是很顺利 而且甚至在这次保释当中 他儿子是最快被保释的 我们刚刚也谈到 黎智英被抓之后 股价暴涨 包括他个人的身价 以及苹果日报的销量 也瞬间暴涨 本来一天是7万份的 现在加印到55万份 不过说到苹果日报 说到一周刊在香港打天下 那黎智英真是了不起 从赤手空拳 当时其实在媒体圈 他是一个nobody 他这也是做佐丹奴 就想不到一个 在媒体圈的nobody 竟然打出了一片天 没有错 那台湾对黎智英的一个印象 应该是跟一周刊 跟苹果日报连结 那香港人对黎智英的印象 就是一个字叫做 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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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智英也高兴 李智英就你说 如果没有六四天安门 就没有所谓的媒体人黎智英 他本来跟媒体完全是 完全没有言言的 他本来是佐丹奴的 亚洲的总代理 在中国大陆市场很大 但是六四天安门 他就印了二十万件的T恤 裡面支持天安门的那些学生 结果就触怒了中南海的中央 他店都收掉了 后来他又在一周刊裡面 登了一个广告 给王八蛋李鹏的一封公开信 要说中央那些人 那些坦克那些人 会在街上跌倒死在街上 那这些当然就是 你现在变成我的眼中钉 所以中国大陆的佐丹奴的总代理 他就卖掉了 卖掉以后 在一九九零年的三月 一周刊正式创刊 第一刊的封面是用 那个许冠伦做封面的 他知道你知道光是一个周刊 投了多少吗 四千万的一个港币 这个手笔是香港这么大了 以前我们真的在你要害死一个人 叫他去办周刊就好了 对不对 他四千万得下去 前香港人就看他笑话 因为你根本不是文化人 你也不是媒体人 你四千万下去 让你死了 一星期没六万本 一九月后两千万会贡币 外交之后 一年你就要聊了 你就要倒了对吧 所以后来香港有一个东方日报 那时候报业的龙头 他就创了一个东周刊 我就跟你拼 我就跟你拼 结果就是一跟东 所以东周刊跟伊周刊就拼了 对 就是一东战争 结果本来我们什么中国 我们时报周刊 我们什么美华杂志 都有到香港 结果这两个一打 两个打上去以后 其他周刊全部挂掉 所以我们的中史好像也挂掉 全部都会出到市场 因为变成两个周刊 然后一年以后 他六万本 一个礼拜六万本 变成十二万本 刚好损益平衡运气来的 1992年因为香港跟九龙的一个 九龙跟广州的九广铁路 那个铁路 他登了一个广告 叫做什么 叫做铁路闹鬼的广告 结果那个铁路闹鬼广告 很多小孩子去拍当小演员 一个一个通通死掉 好奇怪 结果一周刊就派人到北京 然后到处去查查查 光是那一个礼拜加印了三次 创历史新高 最高每个月每个礼拜平均 三十万本 一年可以赚一亿的港币 所以大家想知道 到底铁路有没有闹鬼 对 他的记者竟然到北京去查 香港人最相信这种东西 香港人最喜欢这种街头相依 这种什么 一些香港人很无聊 你知道吗 没事情 黑白共 黑白心 结果 两个都冲起来了 结果他很厉害 他又创了什么 又创了《苹果日报》 那《苹果日报》创出来以后 他投资多少 1.5亿 投资以后很简单 买报纸送苹果 真的 买报纸送苹果吗 吃的苹果吗 真的可以吃的苹果 那香港的书报庭 你如果到香港 就书报庭都很大 对不对 苹果一箱一箱一箱 买报纸送苹果 本来一张报纸 在香港是卖五港币 你知道他一推出来 苹果日报卖多少吗 两港币 然后现在 低价刷价竞 我你卖五块的 你就降三块 我降一块 那就不够了 又是清理战场 所以黎智英他也是很争议 他有点像什么 因为他跟 连在一起的就是狗仔队 星山社 所以他的对手说 真的佩服他 但是也觉得非常的讽刺 他的赚钱是从佐丹努 然后到这种的星山社 所以他的对手说真的佩服他 不应该是很争论的 所以他的对手说真的 是最终的 所以他会议到 就是这个最终的 这种的睡觉 但是他在一起